延安赛区是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以及赛时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居住的延庆冬奥村都位于这里 目前赛区的林建和形象景观已经基本上完工了 元旦假期场馆运行团队还在进行相关的调试和优化 这里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技结束区 在我所站的这是新搭建完成的座席区 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注册媒体等等都会在这个区域来观看比赛和颁奖 座席区后方是集装箱式的房子 像我们的计时积分的官员 我们的评论员 还有我们的一些控制室都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造雪到1月1号正好已经完成了整体的76%左右 1月10日造完以后塞到的雪的厚度平均在1.5米到2米左右 结束区是最后要造雪的地方 将来造完雪以后还要做相关的一些孔河采访区等一些其他的功能用房 造好的都在亚雪工作中 亚雪机也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中 从海拔1400多米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禁忌结束区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延庆东奥村 这个平均海拔是900多米 目前呢 这个延庆东奥村的形象景观已经基本布置完毕了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五环标志 还有北京2022的字样 它选用的主色调呢 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霞光红 另外还有天际蓝等等这些主色调 在我们延庆东奥村的核心位置就是我们的广场区 我们在广场区的中心特地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展示区 这边就有我们的长城景观 然后把这个融入到这里可以让随队官员还有运动员在这里进行打卡 那在我们冬奥村的西侧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了 因为从空中俯瞰呢 它像是一条游笼的样子 所以又得名雪游笼 雪坡上面已经布置了冬奥会和冬藏奥会的会徽 以及冬奥会的口号一起向未来 那么这个场馆里面的景观设置呢 现在也在抓紧进行进入了这个尾声 那么经过10月份和11月份这里举办的三场雪车和雪橇的国际赛事 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举办奥运会的各项条件了